叶委员好 全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烧金纸 谢谢委员告知 而台湾在烧的金纸呢 几乎全部都是中国进口 几乎 那这个烧金纸呢 第一要砍树 因为那个纸浆 第二呢 空气污染 这个空气污染不是只有烟 金纸最毒的是中间那一块 那块金箔或者是银箔 那个都是 重金属 非常不好的一个成分 可是呢 台湾继续烧 我从来也没有觉得 我们的行政部门有想要改善 我希望部长不要很本位主义的 觉得说这个是环保署的工作 我要再一次的声明 我是百分之百的尊重 宗教自由 也非常尊重信仰 但是呢 信仰的方式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 考虑到整个大环境 所以部长 我们至少最起码应该结合环保署 来努力 把这个金纸啊 做得环保一点 或者少一点污染 或者最最起码要求它没有毒吧 但是事实上 就我的了解呢 大部分的金纸都是非常的毒 我刚才已经说了 大部分的金纸都是中国来的 那最毒的就是那一块金箔或者银箔 请问部长你有想要企图去改善这个部分吗 向委员报告 烧金纸确实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遍 而且悠久的一种传统 那么这种传统就如同委员所讲的 在一个大环境变迁 我们目前如此重视环境跟生态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思考逐渐的改变 就像过去我们 呃 华人社会都流行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吗 但是现在都改成是用火葬 有很多重要的观念 我们不要扯远了 可以慢慢的来 你做得到吗 你做得到吗 呃 如果委员讲的做得到是指 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跟环保署一起来推动 我想我们做得到 但是如果说在任何要 怎么样制定法律把它禁止掉 那这个可能还得要尊重委员的一些 呃 高见跟社会的反应 部长 其实哈 很 现在已经有一些庙语做到了 是有一些宗派 他们也鼓励 他们的信众不要去烧金子 我告诉你哈 甚至不要烧家 烧金子其实是道家 道教比佛教多了 哈 但是我知道的 行天宫不烧金子 是 行天宫一样香火鼎盛 那一个庙 他说不烧 他就不烧了 所以信徒就遵守了 是 那行政部门 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点 Guts 我们 呃 事实上在我刚刚所讲的 火葬 还有减少 使用 香跟金子 这些事情上 都是多年来 既定的政策 我们是鼓励民众 尽量减少 对于环境跟自然的 你认为你的鼓励有效吗 你认为 你有作为吗 呃我们的宣导作为 这个可以向委员另外再做报告的 确实都有 尤其每年的清明节左右 我认为你们的作为不够 但是民间的接受度 我很简单的说我认为你的作为是几乎等于零 我们不要说最近这个媒体所说的甚至在瓦斯行门口烧金子的 那个危险性 好 那我再来请教部长 部长 你认为全世界 还有什么国家 像台湾一样 可以随时 随地 随便 都可以放鞭炮的 向委员报告 同样我这个并不清楚 中南美洲的国家 东南亚的国家 并不是每一个我都那么清楚 好部长我告诉你 大概也只剩台湾了 是也感谢委员指教 为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吗 放不放鞭炮 大概跟经济上文化上落后无关 它有时候就是一个民俗的一个问题 一个观念 那就是你的责任啊 对不对 那也是你的民政司应该要去想办法的一个责任啊 不是吗 部长 我经常 部长 鞭炮比金子 有过之而无不及 鞭炮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什么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 什么以外 还多一个噪音 还多一个 安全性呢 比这个金子还更糟糕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台中有一个什么 季光街还是什么新中街的也是一样 地下炮竹工厂那个爆炸 只要是炮竹的爆炸就跟炸弹炸过一样 你知道那个人的那个手啊脚啊挂在电线杆上 炸的这样 血肉模糊 这么危险的 但是我们就这么久了 还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作为 行政部门 向委员报告 行政部门非常愿意朝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方向去做 那但是民间的既有的习俗 有时候不是一个法规可以一日之间就加以改变 所以像平息的天灯 对 我非常同意 我非常同意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的 但是至少 至少我们看到有很多改革呢 其实是定一个行程 行政部门定一个行程出来 然后慢慢慢慢来导政 或者是呢 由于一次的事故 然后名气可用 大家来改进 你刚刚说的很好 比如说民俗活动 我们也觉得这种传统也非常好 那你讲到这个是我的选区啦 盐水风泡 OK可以保留 因为这也保留了这么几十年 我们是不是 我说不要随时随地的随便放 只是这样啊 那你比如说好 现在有很多代表性的像盐水风泡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鼓励说 来就是盐水风泡这一天 我们所有的相关的这个 这个庙语或者神明 大家共襄圣举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盛大的来举行 那那个时候大家特别特别来注意安全 但是至少不要除了那个时候以外 大家好像不定时的 是周围都有可能有不定时炸弹在哪里 甚至不知道在哪里 我路过而已被炸死 我路过而已被炸伤 至少不要到这个地步嘛 是不是 我如果要去盐水风泡 我会知道那个危险性啊 对不对 我如果要去盐水风泡 我就知道我要装备好 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可以准备啊 那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随时随地随便 那我根本没有办法准备啊 你总不能 叫所有的人每天都穿雨衣带钢盔 开车走路吧 是不是 部长 你有没有准备要有什么作为 向委员报告 刚委员所讲的 除了重大民俗节日之外的 一般民间 施放这个爆竹烟火 我们事实上也是采取同样的立场 那么我们的作为就是 要由中央跟地方政府 共同加强这样的宣导 那如果是取缔该取缔的部分 也要去做 部长 我觉得你的回答 是空的 因为跟没有一样 有没有什么更积极一点 或者有效一点的作为 我举个例子 在不久前的这个旧历年 我们有新颁了一个规定 那就是12岁以下的小孩 如果要释放像冲天炮 或者是水渊秧 必须要有大人在场 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作为 我们从今年开始规定 那类似这样的就是在一个社会可能 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我们逐步渐进 那如果说是其他更强 自信的作为 因为刚刚我也提到 像盐水风炮的情况 恐怕很难下令禁止 那委员这一点也同意 所以中间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 模糊灰色地带 有我们可以着力的地方 我们随时欢迎社会各界 包括委员对我们来提出指教 部长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积极一点 是 坦白说啦 我如果是你啦 我的作为就绝对不止如此 是愿聆听委员高见 不要每次都听我的啦 如果真的这样 我觉得部长应该我来当 不是委员已经都几乎 互之欲出 要把您的想法讲出来 不是啦 我不相信说我可以想得到的 你想不到 我真的不相信 委员似乎是有很好的 一个积极作为的想法 不妨让大家 譬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说来 可以跟地方县市合作 我们可以地方有特别的民俗活动 我们把这 譬如说至少更进一步了 假设我们盐水的风泡这一天 我们就说所有的五庙 大家集中在这里 那其他地方就不准放 就除了盐水之外 在其他地方不准放风泡 不是这个庙 对不是这个县市 这个庙在这里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扩大举行 大家都来共襄盛举 是 那其他就减少 或者是我们每次有什么节庆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整合起来 是 那大家有准备在那里 是 那是比较安全的 不要到处都是 是 或者再进一步的 你用时间来控制也可以啊 你可以找各大宗教团体来沟通啊 这也是你们管的啊 那找各大宗教团体来沟通说 我们是不是 每一个宗教团体你有什么正式的活动 比如说道教哪一天要特别 怎么样庆祝 做怎么样的庆典 那天要 要烧多少金纸 要放多少鞭炮 我们一起来进行 但是其他的 我们是不是 互相约束一下 呃 委员刚刚的高见 我们都听到了 那么这两个部分 我们都会尽力去做 包括跟比如说台南市的赖市长建议 以后要集中释放这个风炮 或者跟各大宗教的负责人 我们来跟他们共同坐下来 我只是举例台南 我并不是只有那么狭隘到 只有台南要这样做 这样这个部分是属于大型活动 我们可以去这个商量的 但是对于委员刚刚指证的就是 呃 民间的个别的这种民众 他们呃 如果哪一天想要放放天灯 或者是冲天炮等等 这个部分呃 可能还是我们要多费心在一起来思考一下 其实哈 只要 所谓当当政者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风行朝延 你没有这样的作为呢 就是放任民间 就是继续这样子下去了 好 好了 我们还是期待 行政部门能够有所作为 好 谢谢 谢谢